透過空拍畫面 繁華夜市滿滿人潮 這是去年潮州春節市集的盛況 一級戰區蛋黃區就在這 為了搶攤位 攤商老闆專心競標 這是去年競標狀況 今年更激烈 蛋黃區的原型攤位 最高得標價格竟然破20萬 最高的價格19萬多 陶吉們為了擺攤 搶到最好攤位傻紅了眼 讓攤位租金再創新高 特區搶手主要是因為他 匯流 道路匯流 道路匯流之後他會 人潮會幾個方向都過來 潮州年階更創下五大新高 特區數有85格 投標人數75位 總投標比數有615筆 保證金額總數高達1230萬 最高攤位得標價20萬元 創下20年來新高 但用20萬租金來算 一天就要5萬塊 攤商能回本嗎 主辦單位表示很有信心 商機不容小覷 他們最強的攤位 一天就回本 就是遊戲類的 一天就會回本 那比如說百貨類的 可能到二三天 已經超過20年歷史的 潮州年階 縱長1200公尺 今年吸引超過27萬人湧入 明年將設有421個攤位 猶望吸引30萬人來朝聖 將從除夕上午8點到大年初三 晚上12點 四天三夜不打烊 業者們冒足全力 要搶賺新年財 記者張春華 評東報導